我现在正在使用3D打印机打印和制作一个冰噸噸的模型 这个是踩着滑雪板的模型 非常的可爱啊 我使用了这台3D打印机是创想三维的N22 Pro 价格只要七八百元 特别的便宜啊 为什么我会用这么便宜的3D打印机来介绍我们打印的模型 这是因为我如果能用这么便宜3D打印机 打印出这么高质量的冰噸噸模型 那么我们换上其他更贵的打印机 可以打印出更好的模型 而且我打印的这个冰噸噸模型是有眼眶的 对比其他的一些冰噸噸模型 个人觉得这个版本更加的好换 我会将这两款冰噸噸的图纸还有雪融融的图纸都放在评论区 大家也可以自行下载打印 而且我还会分享我打印的配置 大家可以一键导入到自己的打印机里进行打印 包括我这次打印的机文件全部都会分享给大家 我们来到电脑上 最近群友非常的给力 已经在群里面分享了几十款冰噸噸的模型和图纸 其中还有这种带分件版本的 但是个人觉得较为复杂 所以筛选后决定打印下面这三种模型的图纸 其他的这些模型图纸我也会一并的放到评论区 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如何设置的 首先我们来打开这个图纸 切片软件我使用的是Presa 不坏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分享的这个视频 只需要三分钟左右即可学会 大家找不到这个视频 可以在某度搜索阿文君Presa就可以找到它了 非常非常好用 这个切片软件 我们将模型导入到切片软件之后 我首先觉得这个模型它有一点小 我将它放大到了130 然后我们再打印设置这个地方 将层高改成0.1 低层的高度不要变 然后再填充这个地方将填充密度改到15% 支撑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将这个支撑顶板的距离 给它设置近一点 我们设置的层高是0.1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支撑顶板的距离 可以设置成0.08或者0.05 这个顶板距离在我们切片之后是可以看到的 支撑与我们这个手臂的距离 就是我们刚刚在支撑设置这里的顶板距离 设置到0.05之后 当我们拆掉支撑 我们这个地方也不会很粗糙 也会很光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嘴巴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点支撑的 这样比较影响打印的美观 所以我将这个模型给它简单的旋转了一个角度 我们再来切片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嘴巴这个地方支撑消失了 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进行打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导出放到SD卡里进行打印就可以了 另外我要说的是Presa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是可以将我的配置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它保存的格式是0.3MF格式 直接用Presa打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设置的全部参数了 大家也可以将这个文件删掉了 再导入其他的文件 也可以使用我这个参数来进行打印 这点来说Presa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我再来演示一下 将这个滑雪版的配置用Presa进行打开 好可以看到打开之后直接就有图纸 而且也设置了收放比例 连角度都设置好了 我们只需要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挤出机 还有我们打印机的一个尺寸 设置好之后 点击一级切片 就可以导入到SD卡里进行打印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完美啊 各位感觉这样要比我分享机文件更加的实用 因为近程挤出机和远程挤出机 它的回抽参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3MF文件可以方便我们自己来设置 好了 我们等待模型打印完成 再来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这个带滑雪板的也打印完成了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好拆除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支撑的接触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几乎看不到什么粗糙的痕迹 还有它滑雪板上的这个支撑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表面的光滑程度 个人觉得这个表面的细节还是可以的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打印雪茸茸 哇 经过几个小时打印了 我们雪茸茸也打印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印细节 我们将这个支撑给它拆一下 这个支撑也是非常好拆除的 我们拿个钳子 将它往下面拔就可以了 支撑的设置方式也是使用的0.05 可以看到这样轻轻一拔 我们的支撑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了 一大片 好 好了 我们的雪茸茸的支撑也拆除完成了 来看一下这个支撑接触面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细腻的 后续用沙子轻微打磨一下 也会特别的光滑 如果您后续是需要上色的话 使用我这个参数打印 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我之前的这个踩着雪橇的支撑 也已经拆除完毕了 可以看到特别的细腻和光滑 好了 所有的图纸 还有我的配置文件 全部都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打印 后面我也会对这个冰敦敦实现 喷涂手涂上色的一系列操作 接下来也会分享更为详细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